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张学良两岸三冠年会 那这一次这个年会呢已经睽違五年了 那前面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实际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年会 那我们从2010年开始第一届 串起这样子的一个情谊 透过我们的少帅张学良将军 那曾经在台湾幽居 所以呢我们在新竹县武丰乡有一个张学良故居 那因为这样子的缘由呢 让我们两岸三冠能够串起这样子15年的一个情谊 那今年呢再次来到沈阳这边来聚首 能够团圆然后参加这样的年会 其实别具意义 那我们其实在这第十届以来 我们透过年会研讨会 以及文化上面的一个互访 我们把商学良将军所有的历史跟文物 还有文化整个整理得非常的完整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年会 能够年年都来办理 那这一次呢围棋六天都在沈阳 那我们非常期待能够透过这六天短短的时间呢 除了非常精实的年会跟研讨会之外呢 也能够好好的欣赏在这个具有非常历史 文化以及我们工业重心的一个城市 也希望呢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年会的参访呢 大家能够收获满满